一博 作为情绪管理的 这样的一个客代表 他是非常非常有发言权的 一博根本没有任何的表情 外表冷漠内心已经冻上了 就是了不起 前几天一博首次 作为一个职业选手 参加金港大奖赛 摩托组的决赛 摩托车出现了状况 但是他非常的冷静 把摩托车扛回去 背着摩托车跑完了全程 对 相当的了不起 王一博说一下当时的状况 当时就是我的车在 起跑的时候出现了状况 摩托车先打不着火了 然后我先就是举手示意 说我的车出现了问题 再会去把我推到了 推到了我的就是维修区 等其他人出发之后 我再从维修区里出发 要先说一点那个一博在试骑的时候 是第一名 对 是这个意思 等于说就很有把握赢下这个比赛 然后我就开始从维修区开始追比赛 追他们 我三圈的时间 然后追到了 追到了我的那个组别的第三 然后当时我已经看到 我组别的前面的人的尾灯了算是 突然车又出现了状况 哎呀 在弯道里刚准备出发给油的时候 突然 没油了 就感觉熄火了 没油了 我就想说我要不要再试试把车 下来推 推一下 然后结果还是推不着 就很遗憾 非常遗憾 那当时情绪怎么样 在赛场的时候 就是还挺冷静的 没有说很愤怒 但是就是很憋屈 对 遗憾 没错 冷静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前提 对吧 千万不能慌